这份长达160页的联合报告中介绍了在去年中共党魁访美APAC峰会期间 至少发生了34起骚扰、恐吓和攻击事件 有抗议者被袭击导致听力损失 有的被打晕送医 报告写道 这些袭击是由中共支持者或代表他们的人 以看似有组织协调的方式实施的 有用据表明 这些亲共人士获得了往来旧青山市的免费交通和住宿 受害者大多是美国公民和居民 然而至今仍没有施暴者被捕 有抗议人士在报告中作证 在中共党魁访美前 他在中国的家人已受到中共的恐吓 对于在美国生活的民众 如何应对中共海外镇压 有律师给出建议 不管是民主人士也好 不管是其他的异议人士反共人士 一旦在美国遭遇到了 一次来自中国政府的 亲共人员的限制报复打击之后 都要及时地公布 不仅仅是向美国政府 包括像联邦政府和州一企 地方上的相关部门报告 也要自己发布出来 让更多人知道 让美国主流社会 让普通华人这些人都知道 中共的跨国渗透镇压 情况是多么严重 不然的话 如果自己保密 然后自己又不敢讲 那就是中共得逞 他们只会越来越猖狂 周三7月31号 美国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主席 穆诺纳尔对此回应道 去年11月习访问旧金山期间 中共对人权活动人士的袭击 是对美国主权和我们所珍视的 价值观的粗暴侵犯 这种暴行也就是所谓的跨国镇压 在美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穆诺纳尔还呼吁联邦调查局 FBI和旧金山市警察局 追究造势者的责任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秦苑 纽约采访报导